《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十折小遇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耶稣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 有恩惠 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 阿们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甲 是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力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锤号 说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达于以弗所 是美娜 别加摩 推呀推拉 撒迪 飞拉铁飞 老底家 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肩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 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的身体 脚 脚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 就突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启示录第二章 你要写信给以夫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了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倦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 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 尼克拉伊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恨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你要写信给世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勿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由良人力鉴的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帕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 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食物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诗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那眼目如火焰 脚向光明瞳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耶喜迭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吃迹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形 看哪 我要叫他病卧在床 那些与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呢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 叫众教会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 撒旦深奥之领的人 我告诉你 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了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 日服烈火 他必用铁杖挟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呼的瓦器 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沉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第三章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 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助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圣灵向中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来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土天下人寿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位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呐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以同作息 得圣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作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启示录第四章 此后 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 毕成的事 只是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 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旗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 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灯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 有四个活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面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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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西灾 金灾 你都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 尊贵 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 坐宝座的面 静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 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佩德荣耀 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启示录第五章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永期印封言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漆印呢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 张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呀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上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漆印 我又看见宝座 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漆角漆印 就是神的欺凌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这羔羊前来 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赐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 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 且听见宝座与活物病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 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从被杀的高养是 爱德钱别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宋赞 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 宋赞 尊贵 荣耀 权势 都归给 做宝座的 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赐活物就说 阿们 众长老 也 俯伏 敬拜 启事录 第六章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 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它 它便出来 胜了又要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它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笔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生麦子 一钱银子 买三生大麦 油和酒 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做死 音笔也随着着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贴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 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你不审判住在祭坑底下的灵魂 你不审判住在祭坑底下的灵魂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月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 坠落雨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旧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了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富富 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悬里 枪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奪臂作宝作者的面部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启示录第七章 此后 我看见四位天使 站在地的四角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向那得着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说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神 众徒人的鹅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 有十四万四千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吕变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加德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亚舍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福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马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魏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撒加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变亚敏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此后 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 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 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浮于地 敬拜神 说 阿弥 阿弥 宝座 宝座 独座 智慧 感谢 尊贵 全民 大力 同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 阿弥 张老中 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 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 要用帐幕复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透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启示录第八章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有两个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只号赐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虽有雷轰 大声 闪电 地震 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鲍子与火掺着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 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 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 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星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泉源上 这星名叫 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 变为阴沉 阴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偷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 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鹰 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早为天使 要吹那其余的风 你们住在地上的谜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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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 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他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望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 都因这烟昏暗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他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轻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 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和悦 这痛苦 就像蝎子遮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冕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结脚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 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 做他们的王 按照西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希腊话 名叫亚伯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 从神面前金弹的刺脚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 说 把那捆绑在 又发拉底大河的 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事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有两万万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我在意想中 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 有甲乳火 与子马脑并流火 马的头 好像狮子 有火 有烟 有硫瘤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 并硫瘤 这三样灾 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 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着尾巴像蛇 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 作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 自己手作作 还是去拜鬼魔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铜木 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事 启示录第十章 我又看见 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猪鹃 是展开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好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那 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 启示说 不再有时日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 吹号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 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 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吃了以后 肚子觉得发苦 天使对我说 你必指着多民 多国 多方 多王 再说预言 启示录第十一章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 当作粮夺的杖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粮一粮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抽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闭色不下雨 又有权柄 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四驾之处 从各民 各族 各方 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 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 放在坟墓中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 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甚至害怕 两位先知 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 有七千人 其余的 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 过去 第三样灾祸 快到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成了国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福于地 敬拜神 说 西在 金在的主神 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 以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 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代销 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当时 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 献出他的约柜 随后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地震 大煲 启示录第十二章 天上献出大意象来 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童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他怀了欲 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呼叫 天上又献出意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九 其头上 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他生产之后 要吞吃他的孩子 妇人 生了一个男孩 是将来 要用铁杖 侠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 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故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 使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比加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 大龙就是那骨折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只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 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随之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 猪天和猪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剑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他能推到矿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时 他在那里被养活一仔 二仔 半仔 则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弟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启示录第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 有十脚七头 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 七头上有亵渎的饼套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拳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拳柄给了兽 也拜兽说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化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 各民 各方 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掳掠人的必备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备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 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有两脚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柄 在兽面前能行骑士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 要给那兽刀伤 还活着的兽 做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相的人 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兽一个印记 除了那兽印记 有了兽名 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它的数目 是六百六十六 启示录第十四章 我要观看 见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 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众水的声音 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 好像弹琴的 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活物 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 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 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唯有看见 另有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纳 创造天 地 海 和众水泉源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 接着说 叫万民和 咸淫大陆之九个 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 大声说 若有人拜寿和寿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 唇衣不砸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竹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我要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石头了 那坐在云上 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那酒榨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脚环 远有六百里 启示录第十五章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 大而且极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 因为神的大怒 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掺杂 又看见那些圣了兽和兽的像 并他名字数目的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 主神 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 奇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意在成在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啊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以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此后 我看见在天上 那存法柜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 胸间竖着金带 四活物中 有一个把盛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神 大怒的七个金碗 给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 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启示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成神大怒的七碗 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且毒的窗 生在那些有兽印记 拜兽相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 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 把碗倒在江河 与重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重水的天使说 西灾 金灾的圣者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神 全能者 你的判断 亦在 成在 第四位天使 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有权掌管 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 把碗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 把碗倒在又发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 兽口 并假仙芝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骑士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征战 看啊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义父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 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 叫做哈米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 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 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 神啊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城自己列诺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宝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日众一塌连得 为这宝子的灾极大 人就亵渎神 启示录第十七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 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瘦上 那瘦有七头十脚 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增之物 就是他淫乱的污秽 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 奥秘哉 大巴比伦 左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增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她 就大大的稀奇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 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见先前有 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过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德权柄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照 被选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重水 就是多民 多人 多国 多方 你所看见的那石角羽兽 必恨这淫妇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受 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 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成 启示录第十八章 此后 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 从天降下 地 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喊着说 把米伦大成倾倒了 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增至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谐营大木的酒 侵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营 地上的客商 因他奢华太过就罚了财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哪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栽扬 因他的罪恶滔天 他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地报应他 用他调酒的杯 加倍地调给他喝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他照样 痛苦悲哀 因他心里说 我做了皇后的位 并不是寡妇 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烊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悲哀 饥 饥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神 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速来与他行影 一同奢华地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哀嚎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 说 埃塞 埃塞 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 一时之间 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地上的客商 也都为他哭泣悲哀 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货物就是金 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紫色料 绸子 珠红色料 各样香木 各样象牙的器皿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和白玉的器皿 饼 肉桂 豆蔻 香料 香膏 乳香 酒 油 细面 麦子 牛 羊 车 马和奴仆 人口 巴比伦啊 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凶美味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毁灭 绝不能再见了 败买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 说 哀哉 哀哉 这大城啊 素肠穿着细麻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子 宝石和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这么大的富后就归于无有了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 并重水手 连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 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啊 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 哭泣悲哀 喊着说 哀哀哀哀哀 这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 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肠 天哪 众圣徒 众使徒 众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 伸了你们的冤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像大漠石 扔在海里 说 巴比伦大城 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 绝不能再见了 弹琴 坐乐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首艺人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上 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 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 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启示录第十九章 此后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全能 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 公义的 因他 判断了那用银行 败坏世界的大银妇 并且向淫妇 讨流湖人血的罪 给他们申冤 又说 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 与四活物 就俯伏敬拜 做宝座的神 说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啊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 我们的神 全能者做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昏曲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昏颜的 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不可 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异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 真实 他审判 征战都按着公益 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写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 侠管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 烈怒的九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 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付神的大言席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地 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见那兽 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征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 曾行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 和拜兽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 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启示录第20章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蘑菇 也叫撒旦 把它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 测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被斩扯的灵魂 可那没有败过兽与兽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 做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 有份的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各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 与蒙埃的城 就由火从天降下 烧灭了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寿和假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暗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暗卷 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启示录第21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铺装饰整集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帐户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座的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甲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权的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 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阳的七 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 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鸣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字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 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字量那城 共有四千里 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轴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玺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彭文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人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 并那行可憎与虚晃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天使又只是我 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河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读 在城里有神河高阳的宝座 他的仿佛人都要依换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献之 倍感知灵的神 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诚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哪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这些事 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俯伏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看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 我是阿拉法 我是峨眉甲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犬柄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的 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 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 必将写在 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 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 生命树 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次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